尹锡悦现在他到底 对于他们的南韩统一部 是想要怎么调整 怎么做改变呢 因为他在什么抱怨 说这个统一部应该 不能表现得像是 北韩支援部啊 要硬起来才对 请问一下怎么个硬法 梁哥 要怎么样硬起来 难有作为啦 就嘴炮而已啦 我不认为他能干嘛啦 是啊 北韩比他还凶狠 而且常常出其不意 是啊 所以我 隐熙乐乐的话 事实上听了隔一个礼拜再来看 那所以他 因为我认为他对政府的业务 相当不熟啦 所以他常常讲话会脱离实际啦 所以把这个北韩支援部 其实就是元朝嘛 元朝部 他讲所以要硬起来 可是问题是 大陆的外事办主任王毅 现在就在什么 就在这个中日韩三国共同的举行的这个合作论坛 结果呢 做了一个提醒 说啊 中日韩三国是搬不走的近邻 应该要合作这三个国家非遏制以及围堵近邻啊 那结果咧 嘿 结果这个南韩的外长还说 如果啊你王毅访问首尔 我们一起来攀登北汉山吧 结果王毅马上说 邀请普正到这个山东来登泰山 登泰山观天下 哎呦 王毅跟南韩的外长在互腰爬山了 嗯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啦 不是一种善意友好的表现 对 可是没有什么合作的议题啊 不过现在中日韩 共同的议题就是他们要不要重启 中日韩FTA啦 FTA 因为韩国并没有参加CBTPP 所以这里变成一个缺口啦 就说对韩国来讲 也许这个议题他有兴趣 那中国大陆因为想参加CBTPP嘛 所以中日韩FTA 对于他参加CBTPP是有帮助的 那日本本来就在推中日韩FTA啊 对 事实上抗拒的是韩国 那可是韩国现在 他的经济问题很大啊 所以他是不是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他是要中韩的FTA 不是要 中韩已经有了 对啊 所以他是他要这个 但是他不要有中日韩 对 可是就说以目前的态势 CBTPP眼看着 主要的亚洲国家都要进来了嘛 因为中国要进来耶 你韩国能够在外面吗 因为他以前就是不要跟日本在参加一个FTA嘛 那后来有一个他们已经参加了 所以日本有CBTPP 我韩国就不要是这个意思 可是RCEP他们都进来了 对啊 可是那个是低度的 那个是85%左右 那CBTPP是95度 95%以上 所以韩国现在就要面临一个问题了 坦白讲他是有机会而不考虑了 那台湾是什么都想要了 那都被排在外面 但是没有机会啊 对 他就要去思考如果中国参加CBTPP 那因为这是高度的 那他会有一些损失啊 因为日本在里面 那中国也在里面 那可能就会造成他们之间有一些项目的合作 变得更直接嘛 那韩国就要考虑了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东西啊 所以是韩国跟中国签嘛 都是双边的嘛 那RCEP是85% 所以他跟日本 还是有部分可以保护自己嘛 对 对不对 所以亮哥现在分析的角度 都是比较着眼在这个经贸的合作上面的议题 可是呢像这个王毅 他现在在讲不要遏制 不要围堵自己 因为这个无解啦 他现在其实是不是也是等于说 我其实是很了解 美国现在拉着你们这日本韩国 现在拉个亚太版的小北约嘛 这个不会有解嘛 所以 因为邵德飞弹不是中国能够处理的嘛 是 所以王毅在这边只是一个呼吁 但是呢 日韩有他们的做法 还是照跟美国 你能够阻止岸田要增加国防预算吗 你能够阻止韩国要装邵德飞弹吗 不可能嘛 对吧 介大使刚刚也讲嘛 日本就是就算没钱也要想办法挤 目前就是这个氛围 而且他第一年只加到26 26%啦 他要加到100% 所以他才第一阶段而已 第一年而已 所以这些议题是没有办法谈的嘛 所以我才说 中日韩你现在要谈政治谈军事 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家见面也没用 所以 而且王毅也 王毅不会谈军事啦 是 这种议题不是他主导的嘛 对啊 好 但只是现在那我们看 日韩真能走在一起吗 如果光是谈经贸合作的话 韩国各有他自己的盘算 但是呢这个韩兵 我们现在看到南韩 南韩的官员 现在倒是对于日本的 排放核废水入海 这件事情呢 其实现在 希望大家不要再 对于韩国有任何的疑虑了 你比方说 大家会认为说 是不是南韩就是 日本对于核污水排海 那日本怎么说 南韩都尊重 日本要怎么做 南韩也配合 也点头 可是韩国现在这个官员 讲的意思 其实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其实没有啊 我们都是要符合科学的 符合安全的 而且我们没有随意要解除 对于日本的这个食品的禁令 好像意思是说 韩国还是在把关 信吗 因为他们现在受到民意的 反扑压力很大 因为之前我们也讲过 就是韩国甚至大陆 都有人现在正在囤积海盐 因为怕会被污染 然后韩国媒体 上个礼拜又有人 又有人查出来说 那个日本可能贿赂了 国际原子能总署 有韩国的媒体 对韩国的媒体这样讲 那当然日本 没有说没有这回事啊 他也不对这个做太多的回应 那当然引起韩国一些 民意的恐慌啊 那韩国官方当然 必须要表示说 我们要按照科学标准 怎么样去讲 其实可是在我听起来 这些都废话 为什么 蔡英文也是这样讲 那问题是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去符合这个标准 因为现在标准都日本在说了 是 对啊那到底 到底是不是真的 其实周边很多国家都在存疑啊 所以我觉得日本最好的方式 你就是开放让这些有疑惑的国家 要到这边来看看嘛 对 看到底怎么回事嘛 而且你们自己的 财务大臣间 那个副首相 不是当年讲说可以喝吗 那你们当年 那你们为什么要排呢 这种可以喝了这么好的东西 干嘛排到海里头去 你把它做成矿泉水 卖给日本人就好了嘛 对不对 这样不是很好 还著名是福岛产的 要不要加一点价格加一倍卖给他们 对这样不是更好吗 这么好的水 福岛的精华 就把它直接喝下去 不是很好吗 何必把它排掉呢 你想想看日本自己 他都说这些的标准 已经比国际标准 还要再低七分之一了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 请教一下 你为什么要分30年排放 这么干净 那绝对比一般海水都干净很多 那一次全部排掉就好了 干嘛分30年 所以显然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是好来那现在呢 我们看这个介大使 您以前从事外交工作 大家常常讲说 如果台湾人要真有事的话呢 在海外 要寻求驻外单位的援助 常常有的时候可能就要慢好几拍 还不如先找中国的驻外使馆 比较快一些 那今天呢 我们其实看到的是一个 跟马来西亚有关的一个例子 您看怎么解释呢 因为马来西亚旅游间万花部长 张庆幸 他被揭露说 在没有任何的许可的情况之下 他擅闯吉隆坡国际机场入境大厅 为什么呢 因为他事后解释说 慈禧其实是为了要救一个 被马来西亚的官员刁难 甚至是所会折合3万港币的这个事情 他是要协助大陆央视高层的女助理 所以他就要赶快去解决去处理 那么呢 网路还疯传了那个画面 说他是擅闯机场入境厅 可是呢 事件当中说中国女子语言不通 还被移民局官员招入小黑房 问话超过15个小时 那么马来西亚的这个官员呢 那么当时是当机立断 就是为了要赶快的去解决 是顾及到大陆央视高层的这个女助理 他的安全还有他的权益 而事后呢 其实马来西亚连总理都出动 突击视察涉事机场运作的情况 还说保证政府一定会彻查这个事情 一旦真的涉滩 那么政府一定会采取相关的行动 所以大家就说 哇现在是怎样 现在是马来西亚的官员 可能涉及所会之外 而且还特别重视的就是 中国大陆的人民在马国的权益 请教大使 对 本来如果真正这个 马来西亚的这个海关官员涉案的话 那真的是 马国政府他一定要采取 采取一个负责认证处理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应该是蛮受到这个两国的重视 那除了两国之间有正式外交关系 沟通管道已经是相当顺畅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这个旅客 现在对很多国家来讲 如果是观光客或洽工的话 它对当地的经济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中国大陆的中国公民在海外 各个国家 那么它的政府部门 如果涉入到跟中国大陆公民有关的 这个纠纷了 那一定会格外审慎处理 因为这个如果说造成一个 如果是确实是中国大陆的旅客 受到马国的不法官员的这种 不管是所会或者是不法的对待的话 那会重创马来西亚在中国大陆的形象 那么中国大陆可能它整个观光业 就会影响这个马来西亚的观光业 首当其冲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大陆现在是国家强 而且另外一方面 中国跟这些国家交往的时候 很多国家是等着接受中国大陆的 比较多的这些利益的 可以从中国方面得到比较多的利益 它自然就会重视 所以这个案子你看它的这个部长 都直接出来处理 那因为对方也是 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央视也是传播业的 这个社会在很敏感的行业 它如果这件事情透过央视 传播出去的话 那么这对马来西亚的 在中国社会的整个的形象会重创 所以你看马来西亚非常重视 它这个是认真在处理 不管现在查出来的调查结果是什么 不过你就看到马来西亚政府 极为重视这种事情 不过就是说真的听到 马来西亚有这件事 我倒是有一点点意外 相对来讲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机场 腐败现象是常常有的 就是说所惠啊什么 像我们就亲身就 也没有说亲身经历吧 我们听了很多 有些国家的海关是有所惠的情形 不管在机场还是什么 那不过在马来西亚听到 我倒是有一点点意外 是好 这个相当离谱 它是被问话超过15个小时 对 被索取3万人民币 对 这非常离谱 是啊 很少有听到说所惠到这么多 没有没有这种行情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好 那亮哥 现在我们来看看 在比亚迪这边 现在有一个最新的动态 确定要到巴西设厂了 不在北美选南美 而且选巴西 然后官方微博还说 巴西总统鲁拉 会见了比亚迪集团的 执行副总裁李柯了 你看还有这样的一个合照 那么呢 现在到底是不是等于是 对于美国来说 是当头棒喝呢 因为美国在推这个IRA嘛 适得其反 这李柯说的 这个我觉得应该只是 还是看人口啦 我也不认为 他会在巴西盖很大的厂 是 大概就是一世一世了 是喔 不因为他主要的超级大厂 就是在中国跟德国 但他现在的重心 显然比亚迪是要放在什么 放在南美洲 包括因为在之前谈到的 还有包括智利 他们也在考虑要投资设常 所以现在是先从巴西来 那个就是普通的厂 是 他也 我现在讲超级大厂是说 他是要通到 比如说他如果设在德国 那就是从那边就要 这个欧洲市场就是由他负责供货 这个有点像日本嘛 日本当初就是 他有区分嘛 比如说Nissan 就设在 我记得一个是Toyota 一个是Nissan 一个在马来西亚 一个在泰国 一个在印尼 这个他们是有做布局的 不是都一样的 比如说在马来西亚 我记得是Toyota吧 泰国 泰国是Toyota 那印尼就是Nissan 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台湾买Toyota 就是从泰国来的 他供货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他才会跟印度讲 所以你要买特斯拉 恐怕是从中国供货 对不对 所以是类似的概念 我认为像南美洲 大概如果是巴西的话 大概也就是区域中心 可能是这样的概念 好 不过当然了 现在比亚迪说 要把拉丁美洲电动车渗透率 希望能够再提高 提高到目标10到20 现在多少是2% 好 不过我们来看 韩兵 我们来看看 现在目前这个零元购 不要说是只有加州了 现在是东岸也有 在美国华盛顿特区 开玩笑 这不是离白宫很近的地方吗 而无独有偶 也是在离白宫 比较临近的马里兰州 Baltimore居然呢 还在前一天有枪击事件 造成了两死数十人伤 难道也是因为枪支泛滥吗 怎么治安的问题 是层出不穷了 而且还是在首善之躯 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也是很压抑 据说这里 其实美国今年到现在 已经300多起这种案件 这真的是很恐怖 就是 相当惊人 每天好几起 因为300多起 现在才7月初而已 每天至少两三起 这非常夸张 才刚过一半而已 这实在太离谱了 那我觉得治安的问题 对美国来讲 看起来是越来越恶化的状态 那这当然跟经济 跟你整个种族 还有社会的一些 动荡不安的状况 有很大的直接关系 所以我觉得 拜登不要一直想着 只是在外面怎么样 去跟中国对抗 去跟其他国家去制裁 应该先想着 怎么照顾自己的民众吧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 节目全都在里面 依次满街 中天新闻网 中天新闻网 感谢观看